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上一集的這個道歉影片 引起了很廣大的回想 還有討論 其實也不枉費小思思考了好幾個月 才決定把這個車子相關的一些問題 把它拍成影片跟大家來分享 其實主要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廣大的消費者跟觀眾知道說 二手車當中的盲點 還有監禮站的里程燈載上面的一些盲點的部分 就是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想要購買二手車的時候 針對這個里程數的紀錄的部分 要更加的小心更加的注意 那不過這個過程 小思只有完整的去陳述整個過程發生的事情 絕對也不是要檢討我們的買家莊先生 畢竟呢 我們跟莊先生 我們已經雙方合一 也討論好整個要處置的方式 也達成整個事情圓滿的和解了 誰吃虧誰占便宜 或者是這個當中有什麼瑕疵 我覺得就請這個觀眾朋友不需要做太大的討論了 那我希望不要對莊先生造成影響 因為我們確實如實的還原整個過程 沒有要檢討莊先生的意思 好那再來一個就是也沒有要檢討我們的上一任賣給我們的香港車主 我也是忠實的去轉述剛好我遇到的這個狀況 就是兩台的調表車同一間車廂買 兩台車剛好都是香港的買家來賣給我 就是巧合 也請大家不要針對這個國籍的部分 認為有貓膩 或者是說賣給我們車的這個香港的全車主有問題等等 我們也沒有要帶任何的風向 整個過程我們就是造實的反應出來給大家知道 那當然也感謝很多的觀眾朋友的留言 好的跟不好的一個留言我們都不會去刪都會忠實留在上面 我覺得不管正方或是反方的討論都非常好 那也謝謝很多給我們鼓勵的一些留言 那小事都有收到了 雖然這個表確實不是在我們手上去調的 但是我們絕對還是有酥肉跟舒適的地方 所以呢我們事後發現了去彌補莊先生 我覺得這都是天經地義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站在道德或是法律上面 我們都必須應該要去把這個事情圓滿的解決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後面呢我們要陸續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後續的處理 還有針對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呢 很多的意見跟留言 討論我們一次來做一下說明跟澄清 那我們先就幾個問題啊 網友的留言來做一下回答 有網友質疑 為什麼我們不要一開始就 提出補償紅包的方案給莊先生 那就如同上支影片說的 我剛開始確實沒有想這麼多 我們只是單純的說 馬上收回來不要造成顧客的損失 如果我一開始就說要補償 也蠻奇怪的 重點就是我們兩個雙方 事後有談定解決了就沒有問題 好再來第二個 那為什麼我們不再一開始就把里程查好 這個我在上個影片也有講到 我們每個月啊超過百台車的進出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每一台車都去拜託人家 因為我們也有提到 查里程不是原廠必要的提供給我們的服務 即使我們是車主 所以呢 里程的查證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才沒有辦法每一台都去查 所以我拍這個影片就是為了要讓這件事情變得簡單容易 以後不管是消費者還是二手車行 我們每一台車都可以在我們買入的時候就把里程查好來 就不會造成這樣子遺憾的事情發生 也是我把這個影片拍出來的原因之一啊 第三個你們這麼專業 里程差這麼多最好是看不出來 那說實在話啦 如果我們要去用懷疑的心態來看它 一定看得出來 但是採購人員他們看了那麼多車子 我看人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你會有工作倦怠啊 你可能一個不小心不專心 就有可能發生缺失啊 但是呢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也沒有推薦這個責任 發生酥肉第一個時間 我們就彌補過失 檢討改進 第四個 有很多網友喔 有提到有法務部的函 可以去看 那這個函呢 也有很多的觀眾朋友私訊給我反應 有人表示啊 一去 原廠就給他了 也有人反應 去的時候被拒絕 然後拿出法務部的函 跟他講 對方才免為其難給他查 然後也有人 拿出法務部的函 原廠還是不理他 所以各式各樣的講法都有 這個函並不是 百分之一百是有用的 會根據 每個原廠或經銷商 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只是覺得說 我只要針對這台車的紀錄來查 那還要經過這麼困難 還得去拿法務部的函 我覺得這本身 就不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拍這影片 希望提醒相關單位 是不是可以不要這麼麻煩 因為它牽涉到 二手車交易的安全 第五個 有人留言說一公里賠幾塊錢 那照這樣來看差了十幾萬公里 所以我跟下一個車主和解 我算賺到了 我是覺得啦 表示百分之一百不是我調的 上一個車主賣給我的合約書裡面 也有登載他賣給我的里程是多少 所以我認為要賠也絕對不會是我賠錢 但我認為啦 我如果是故意去賣這個車 對我來說一定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承認我們是有疏失的沒有錯 但是呢我們絕對不是故意的詐欺來謀利 所以我認為這個一公里幾塊錢 跟我是沒有關係的 那第六個是有很多網友問說 到底煤電的問題處理好了沒有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煤電的問題呢 已經處理好 來我們這邊我們也沒有每天開 我們都停在倉庫 需要檢查的時候我們才開出來 到目前為止 它的發動已經都不需要接電了 也沒有煤電過 那這個吃電的原因呢 我們那時候在跟原廠討論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它裡面有一個故障碼 是一個智能系統 就是那個自動停車熄火的部分 那把那個故障碼消除了之後 在我們這邊就再也沒有煤電過 不過原廠也有說福特的車型 現在車上也有很多導航啦 一些智能系統 他們原本就是在靜止的狀況之下 其實就會微微的就是會吃電 所以如果有可能 你如果超過兩個禮拜沒有開 是絕對有可能是沒電 那接下來針對下面更多的問題 我們會連線我們的律師 來跟我們說明 到底其中有什麼可以注意的地方 還有這些留言 有什麼正確有什麼不正確的 因為大家有蠻多各式各樣的講法 那我們來統一看看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播給我們律師 陳律師 陳律師 方便講話了嗎 可以可以 那個針對我們這個調表的事件啊 那我想說有統計一些問題 想要請教您 第一個就是說 有消費者有提到法務部有一個函 我們只要提供這個函 他就一定要給我們記錄 我如果是車主要查記錄 他應該就是要去掉那個叫什麼 什麼叫去識別話 就是說把車主的姓名 車主的電話車主的住址 把它拿掉之後 那我們就不會知道我之前車主到底是誰住在哪裡 這些都不會揭露給我們嘛 所以又可以達到說 我們現任車主想要了解車輛狀況的這個目的 但是又不會去影響到之前車主 他們個人資料的保護包含隱私的部分 對 所以這個函其實在講這個 但是他是必要的嗎 這個是法律上的效應說 他一定得提供給我 假設我是車主的話 我覺得這個法律是不會規範到這麼細 但是所有人 我們是所有權人包含車輛物品 那其實我們想要去掉之前維修紀錄 肯定是有我們的理由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你是有一個合理的目的 想要回去車場 然後問自己現有這輛車子的紀錄 我會覺得這個是應該可以提供 那你說法律有沒有規定說 現任車主來掉資料車場不能拒絕 我猜啦 應該是沒有 這也難怪說 我有一些觀眾跟我反應 有的說一開始也是被婉拒 拿了函 跟他講這個函以後 然後他們才配合 也有說已經講到這個 法務部的函事的問題 然後原廠還是不給他資料 所以各種說法好像都有 所以我就在想說 這個好像不是完完全全的 是強制性說 他一定得要配合你 對吧 而且這個可能跟每個公司的政策 每一個經銷商保養廠的政策 也都有關係 對對對 好 那下一個請教律師就是 有人說這個之前有一些判例 比如說這個調一公里賠3塊 一公里賠5塊 也有一些消費者留言 好險小失去和解了 不然一公里賠3塊5塊 小失會賠到死 那這個會有可能是我要負責的嗎 或者是這個我會因為這樣子 而有詐欺成立的可能嗎 您在賣這輛車的時候 你不是說我明知是調表車 我明知他的里程就是一個18萬 所以我就故意跟你說這只有4萬 沒有 所以我認為你不會構成詐欺 因為詐欺要有詐欺的故意 故意的部分我覺得您一定沒有 那就要看法官認為 一個二手車商 他到底要注意到什麼程度 才叫做已經進到注意義務 用這個來看說 您要不要賠償 有沒有義務 變成說這個 刑事上面 可能有機會不會有刑事的問題 但是明示的部分 還是要依照 跟我們買車的車主 他所造成的損害 然後來談這個賠償的金額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我沒有跟客戶和解的狀態 他來訴訟我 我想知道 假設性的一個問題 以這個案子來說 最嚴重的賠償狀況 假設不和解的狀態 你覺得有可能會是什麼樣的一個金額的賠償 譬如說好了假設 你賣他的車輛的實際上的里程 那他的車輛價值 然後跟這輛車子 他表上面的價值 那個這個價差 很有可能會是賠償的範圍 那可能還會增加 譬如說他為了處理這輛車的瑕疵 衍生的後續 譬如說我本來覺得我買的是5萬車 但後來還變買了一個18萬的車 那我後續可能有一些維修 有一些成本他支出 這些東西可能也都會是賠償的範圍 可是我們的合約上面 因為我們都備註 我記得定型化契約裡面有 就是說如果這個里程表是不準的話 我們會原車價回收這台車子 我可以理解為這是最差的狀況嗎 我覺得可以理解 因為在解除契約這種情況 畢竟是一般交易的非常少數 因為我們要維持交易的安全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 可以理解為就是 就是把錢還給他 然後賠償他後續的其他損害 那法官會不會認定這個搖砍 所以說如果以結果論來看 我這一次的跟他和解的這個辦法 就是我把他的全部的 價金都歸還給他 然後又補償了他18000塊錢 那其實這個跟真的上了法院 最後的結果可能差異不會太大 應該是這樣說 我覺得不會太大 以追線來講 因為這個18000的數字 我們也是想說 其實他就是跑了三趟回來我這邊 還有他當初來看車的這個車資 我們最後才共同得出了18000的這個數字 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樣的處理方式 並沒有所謂的我佔了便宜 還是他佔了我便宜 我覺得其實就以民事糾紛來講 我覺得是大家能夠談到一個 大雙方都覺得可以接受的結果 我覺得是最好的結果 因為讓法官判決 其實有的時候 法官不一定有這麼多時間 跟你們大家深談 也不一定知道說大家想要什麼 那就是依法來處理 那我覺得依法處理的結果就是 就是民法的規定就是民法規定 契約的規定就是契約的規定 那有的時候能不能請求 其實就是法律上都有規定 所以有的時候會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當然 我只是不想讓觀眾覺得 好像我耍小聰明處理這個事情 其實我只是覺得說 後面如果不跟他達成和解 後面對於我或對於他都是曠日廢時 然後說不定到最後花了時間 也許請律師 他實際上得到可能還沒那麼完整 我的想法是這樣 可能還要鑑定啊 鑑定的費用也都不低 所以比我來講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處理 算是對大家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有人說可以去告訴什麼 死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這個我有找到一個判決 就是高等法院 他有判死公務員登載不實 因為他認為 譬如說驗車 那公務員看到這個驗車上面的資料 他就要把它登載在你的車輛的紀錄 我們去監理所 會查得到那個紀錄 所以他認為這個部分是有死公務員登載不實 就是你知道這是假的 公務員其實他也只能看你的表 你是故意調成假的 所以公務員就會被你隱瞞 欺騙而登載了這個假的資料 在他的公文書和公家的紀錄上 所以其實觀眾這樣留言的意思是說 有沒有可能是用這樣的方式 想要去引出這個調表這個人 然後觸犯刑罰這條罪 不是不是 他是因為這個罪還是處罰行為人 就是讓公務員去登載不實的那個人 所以意思就是我們如果去告他這條罪的話 有可能追查到調表的這個人 然後看他有沒有犯了這個罪 就也有可能會同時觸犯 其實一般人比較不會去告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這個罪名 所以當我們去告有人調表 我們告詐欺之後 那檢察官去偵查完 他認為這個部分也有託物 等於是他被騙了 那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會主動把這個法條加上去 那這就是針對調表的人 對對對不會針對公務員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以我們的案子狀況到現在 那律師建議我後續要怎麼去處理比較好 我們處理到目前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跟後手已經處理完了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去查一下 其實就是要釐清跟前手的關係 對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找上一任車主當中 沒錯因為就是上一任車主 他到底第一他知不知道 他是不是明知 還是他也被他的前手騙了 這個都有可能 我們都不能排除 我的建議是說 不管要用什麼法律 或是採取什麼行動 我覺得都是要先把事情搞清楚 我們才知道說接下來要怎麼做 他知情跟他不知情 我們又有什麼不一樣的處理方式 如果他不知情的話 其實他也是一個被害人 那如果他是被害人 我們大概就是看能不能跟他就是詢問 然後向他去購買的車商那邊求查 或者是我們求查他當證人 這些大概也在民事上也許都可以 但是如果說他要告詐欺 那他是直接被騙的那個人 形式的話就要他當告出 所以如果是我要來處理就只能民事就對了 對 如果你要處理的話 因為實際上損害現在是發生在你身上 那如果知情呢 我覺得知情才麻煩吧 如果知情 那我們就是要跟他處理 譬如說他明知這輛車子的里程 已經是18萬甚至更高 是不準確的 他如果知道是不準確 然後賣給我沒告訴我 那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他就等於是說 就是在買賣車輛這麼重要的事項上 讓你限於錯誤 那我覺得這個 其實在行事跟民事上都有可能會構成 當然還是要看個案狀況 因為法律不會說 因為一加一 所以等於二 這件事情就結束 他可不可以主張說 因為我覺得中午車廠是專業的 他應該要自己查得出來 看得出來 我覺得這個他在案件裡主張 我覺得這個都無可厚非 但是我自己的認知是這樣 當我自己已經積極的讓你 不知道我的里程 實際上的正確性 就是我沒有開程不公的告訴你 尤其是在你問我之後 因為里程是 買賣每輛車 小四哥你應該都會問吧 我們合約他買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 備註這個里程的準確性 還有交車給我們的里程 他都有簽名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抗辯 其實在案件裡是站不住腳 就我們在就是論事的立場 我們就會問他說 為什麼不把實際上的情形 收出來 好啦 那這個 這次就謝謝律師幫我們 還有觀眾朋友做解釋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 能找到前任者組 然後在後續的溝通 好謝謝神韻師拜拜 謝謝謝謝拜拜 好那這台就是 被調錶後的KUGA 今天我就開來巨哥這邊 請巨哥來研究看看 這台車有沒有辦法 從一些小基建 比如說引擎的周邊啊 或是從底盤看得出來說 這台車疑似調錶 或是確定它就是調錶的東西 巨哥已經知道這是調錶車了啦 所以他會以一個 調錶車的角度來去更 雕一些東西去看看說到底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可以判斷出來 這台車是有被動過手腳的 那你說那時候是多少公里 6萬出 那我們來看吧 很多東西可以洗乾淨嘛對不對 重點是正石皮帶 你如果說走正石鏈條的 可能就看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正石鏈條不太需要換 皮帶才會需要10萬公里 或是8萬公里換一次 鏈條基本上沒有壞 我們也不會去換它 所以我們會先從這一塊開始看 第一眼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水泡斧就是換過的 同一台車 同一個地方的 舊的程度啊 會是一樣的 但是你這個很明顯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水泡斧是比較新的 發電機是比較舊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它有換過 是因為這個正常 你6萬公里的車 絕對換不到這個蓋子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正石外蓋 它這個是裂掉嗎 這就整個裂掉了 通常是拆的時候 因為這個其實很墜落 假設沒有拆好或怎麼樣 它就會這樣子裂掉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可疑的地方 應該說不超過8萬公里的里程數 不會去動到正石皮帶 水泡斧要漏的機會啊 會比後面那兩條熱排水管的機會 還要小 8萬到12萬公里左右 後面那條熱排水管 就會有可能需要到更換 通常都是從街頭處 就會有滲水的跡象 這個機率會比換水泡斧的機率大很多 所以你再怎麼樣也不應該 6萬公里換到機帶 跟手上 那我們會以這些去判斷 然後再來它的引擎腳 看起來是換過的 這邊切胸 你如果沒換引擎腳 這邊正常是不可能受傷嗎 那個引擎腳是我們換的 跟觀眾解釋一下 我們不是每一台車 都是在巨哥這邊做的 我們有些是其他外廠做的 所以這台車不是在巨哥這邊做 保養跟檢查的 所以照正常引擎腳 其實也是可以當一個依據是嗎 對喔 通常這個引擎腳 正常都是8萬以後才會換到 那我們現在來看皮帶 它的舵輪呢 看起來是有生鏽的 所以皮帶捲起來是咖啡色的 你說如果以6萬公里來講 應該是要黑的 對 你可以看到這條皮帶 它連裡面都吃到咖啡色的 你有沒有看到 但是這個就是要看得比較仔細 沒有這麼容易辨別 你看你都拿內視鏡 拿內視鏡看啊對不對 但是這個也只是一個懷疑嗎 這只是懷疑啦 這個沒有辦法確定啦 你要確定的話 其實要看底盤會比較準 它這個有百葉窗的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前面有種過 都列了 種了不小粒 有沒有可能是它 撞進去之後 它換了外面這個 有可能啊 然後它裡面那個沒有換 對啊 有可能啊 底盤呢 最主要就是看橡膠件 橡膠件磨損的程度 8萬以後 跟8萬以前呢 基本上會有比較大的差別 那8萬再下一個坎呢 就是12萬 所以就是看底盤的橡膠件 這個三腳架換過耶 三腳架是我們換的 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就是 三腳架的橡皮 啊這新的你根本就沒辦法看啊 那你像這個東西 你像防塵燥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也沒辦法去判斷 啊煞車皮可以換 碟盤可以換 那可以換的都排除嘛 前面看起來就沒有什麼 關鍵性的 直接的證據可以判斷 你像這個鏽石的程度啊 這些啊 其實都不好說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住海邊的你也看過 所以你也沒辦法去判斷 這個鏽石的程度 是不是符合6萬公里 這個跟存放的環境 對這個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會去用 這個去做判斷 那再來我們來看後面 後面也是有很多橡膠件 龜裂的程度 6萬公里 基本上這個跡象 這個就可以懷疑了 這個可以懷疑啊 基本上是不會到這種程度啊 而且你可以捏 這個橡膠是硬的 正常6萬還會有一點彈性 那再來就是看關節處 避震器的關節 三腳架的關節 這些關節去判斷 看到重點了 這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判斷了 絕對不是6萬公里 這個就是我們要看的底盤橡膠件 6萬的車不可能那個東西 不可能這樣 開去越野也不會這樣 好這台車說真的我跟你講 真的做得不錯 所以你覺得這台車不好看 不好判斷 除非你做過維修的 你就會比較知道 像這台車上面說真的 你說要直接判斷 其實判斷不出來 但是我相信 以這台車 會出現這個問題 我想他內裝應該也做得很好 不然不可能讓業務看不出來 好那我們剛剛也跟巨哥看完這台庫膠 那跟大家報告說 剛拍的那些檢查 我們不是為了要推卸什麼責任 也不是要跟大家說 到底是有多難去判斷說 有什麼問題 因為畢竟從頭到尾 我們也有承認我們的疏失 那小獅只是希望說 看可不可以從這次 我們發生了這個錯誤 然後看有什麼經驗 可以讓觀眾朋友們知道 可以懷疑或可以疑似的地方 那就是剛剛以上 跟巨哥看這些 好那接下來 針對小獅汽車後續的改進 跟檢討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首先我們已經有發佈 內部的一個工作規範 促使我們採購的同仁 更加的注意 車子相關里程數準不準確的問題 好那針對有沒有辦法 追溯到前車主 或者是他是不是一手車 然後盡量偷偷的 透過關係 來去查詢原廠的紀錄 待會我們就會開一個檢討的會議 那由柯P跟小獅 來跟採購 針對這一台車啊 進行進一步的檢討 還有教學 在輸車的時候 到底注意哪些地方 比較能夠察覺的到 里程數不準確的部分 那底盤 跟引擎的部分 小陳已經跟大家分享完了嘛 那我們現在這一次就只針對 內裝的部分來做討論 我講實在的啦 跟我上次講的一樣 這個方向盤 跟排檔頭跟椅子 我一打開 真的不像18萬 我們現在是以 我們已經知道它不準了 狀況來找查 安全帶也沒有起毛 正常18萬安全帶 旁邊兩側應該要很多的細毛 然後椅子的坍塌 其實它的椅子也沒有 海綿也都沒有塌 沒有塌很多 它這個地方花紋全部都在 但是這看起來啊 它有可能是重包過的嘛 然後再來一個 踏板 它的踏板是金屬的 所以看不出那個 煞車跟油門 踩的那個磨損 如果開18萬 那個磨損應該是要 很大的 那後面的部分啊 如果它都包起來的 地毯其實也看不出來 椅子更看不出來 後座如果都沒在冷 這椅子不可能看得出來 冷氣的那個按鍵有沒有 蓋得落差還好嗎 都沒有勒 照過來之後 關掉這個比較長按而已 比較黑一點 其他看起來都還好 一般通常我們長按就會 漆會不見 漆會脫膠哦 之前前一手如果跑比較多 有可能就是 它一個人開比較多 就是長途的 這個我有討論到 就是它的里程高是 上班距離很遠 所以它每天一上車一拍檔 它就一路開了 它不會一直排這個 也不會一直上下車去磨損 也不會一直去開關門 因為開關門久了 18萬 20萬 它這會鬆嘛 所以它如果是屬於這種 長程的使用的話 我們以前的經驗是 但是有可能它的那個專會 看不出來 這是真的是有機會 方向燈開關耶 經常切得怎麼樣 看不出來 有一個啦 你看 這裡被拉到尾起了 起一刻 它應該是這樣拉 有沒有 進去了 就要像鋸子一樣 一直鋸鋸鋸鋸 鋸到有一個缺口 這很細耶 來來來來 正常是平的 它是這樣 你看拉 往上拉有沒有 像鋸子 像鋸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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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 鋸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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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鋸鋸鋸�鋸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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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鋸�鋸�鋸鋸�鋸�鋸�� 開長途比較多 他沒有平凡上下車 他坐著他就不動了 他18萬的椅子就有可能比 11萬的還漂亮 他現在其實應該是20萬的 差了一倍的里程 但是他椅子卻比他還差 那是 好啦 那以上 就是我們關於條表的 這次的事件的第二集 跟觀眾朋友分享 包括我們做哪些檢討 然後針對車子來做研究 那主要還是再次聲明 我們做這個影片 沒有要卸責的意思 只是真的要跟大家分享 市場上就是有這樣子的車子存在 再加上我們自己的一個檢討 因為事情一造成了 那我們的疏失跟錯誤 我們也都誠摯的道歉 也彌補了 藉由這一次的事件 讓更多人去知道二手車當中 會有的盲點跟需要注意的地方 這次的影片也謝謝大家的分享 因為你的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這樣子的狀況 也可以降低大眾 對於二手車里程這方面 有更深的認知 我們做這個影片 不是要檢討我們的消費者 莊先生 畢竟我們都已經達成協議了 然後第二個 下方有一些留言去猜測 哪一些車行 那我也建議大家不要去 做無謂的意測 在事情還沒有明朗之前 我們不要去對其他的車行 造成商譽上的損害 要不然到時候事情結束 如果不是大家講出來這些車行 他是可以回過頭來告你們的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理智的 因為事情還沒有解決 那我們原本用LINE跟前車主沒有接 LINE的部分連讀都沒有讀 那後來剛剛有收到回報 找到賣我們車的這位 香港的前車主了 然後大概跟他告知這樣的情形 接下來看要怎麼處理 那請他之後也讓我們電話找得到他 就這樣子提醒他一下 可能再來就是跟前車主去協調 看看說他知不知道這個里程表 調了這個事情 到時候我們再一起討論後續的程序 要怎麼接下來去處理 然後再來一個補充一下 針對阿呆跟小陳 那天在看基建的時候 有看到前面好像有撞到對不對 那時候我緊張了一下 阿呆也緊張了一下 想說是不是我們有撞到沒有跟客人說 後來我們去查 其實在12月31的時候 大概1點鐘的時候 莊先生其實有跟我們回報 他的車有撞到 那有詢問我們說 是不是可以幫他維修 那我們有服務人員呢 在43分的時候有回覆說 那你要不要回來 我們請師傅幫你修復 他自己撞到的 然後之後在1月4號 莊先生就有跟我們回報說 車輛有請認識的朋友 幫他修復調整 所以阿呆你們那時候看到的這個 碰撞是車主自己去撞到的 好那今天的進度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後續如果還有更進一步的進度 也會第一時間來拍攝分享 讓大家知道 謝謝大家收看